非常惊人的 它裡面好像可以塞 11支還是12支唇膏耶 其實它真的不廢耶 它好實用喔 Hi 大家好 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效率 就是呢 我要來開箱 我剛剛熱騰騰 兩個小時前才剛從專櫃搬出來的一個 小廢包 我就是因為迫不及待的想要用這個包包 所以呢 我就是必須趕快先把影片錄好 我就可以好好的用這個包 那我先來講一下 我為什麼會突然去買了 這一個看似很廢 但是其實並不廢的一個包 其實我一直以來對Chanel都覺得還好 因為我就覺得就是 Chanel的包包就是 雖然它真的胆價很高 但是因為它就是經典中的經典 所以其實走在路上 有很多人都在用Chanel的包包 所以我其實一直以來 對他們的包包就是覺得 欸喜歡 但是沒有到那種就是 非常的熱愛 其實這兩季都開始流行那種很小的小費包 然後我前一陣子 買了兩個算是比較小眾品牌的小費包 我原本想說我就覺得小費包就是我也不用花大錢買到一線的品牌 後來之後我用了之後我發現其實小費包很方便耶 我們一般外出的時候真正需要的東西就是口紅鑰匙信用卡 其實大概就這樣 其實真的不用帶很大的一個包包 我發現呢就是我帶小孩出去的時候因為其實都會有媽媽包什麼的 所以小孩東西都放了那 那我自己的東西其實就是小小的就夠了 然後我發現反而我用比較算是正常尺寸的包包 就是有時候彎腰啊幹嘛 那個包包又會這樣子甩甩 就覺得有點麻煩 就覺得其實小費包還蠻可愛 然後又其實沒有這麼廢 就是你要認真的挑選 就沒有真的沒有這麼廢 後來呢因為我的好朋友就是Syrus的老闆娘 他就是買了這個包 然後這個包我就越看越可愛 我就覺得好想要擁有它喔 我去專櫃結果因為這個包包他太搶手 所以完全全部被賣光 然後那個Syrus就跟我說 欸我們禮拜二有進新貨 你要不要禮拜二進新貨的時候趕快過來看 就我也不是他們的什麼VIP 或什麼他沒辦法幫我留貨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好 然後那天禮拜二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大家應該不會真的就是11點 把貨公司開門就立刻去吧 所以我還就是中午吃個飯 大概1點鐘才過去 結果竟然就進來就全部賣完了 然後我就覺得原來大家就是 好像賢錢是蠻多的 我買包包我就是走一個隨緣的路線 就是我會覺得如果我買得到就是緣分 買不到也就算了 後來我回去之後 當天晚上他就傳了一個亂訊息 跟我說我們進貨了 然後拍到給我看 然後就是完全我想要的顏色 然後我就說 立刻幫我留下 我明天一開門就立刻去刷卡這樣 所以呢我就是今天 迫不及待的去把它帶回家 我以前對於小廢包的定義是 只要放不下電話我都覺得很廢 但是呢我現在我的那個底線已經被下修了 我現在小廢包就是我覺得一定要能夠放得進口紅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護唇膏會死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能夠放得進就是我的護唇膏 那我原本在Chanel 其實我有看到另外一個小廢包 他真的長得很可愛 可是他有個問題是他打開 他裡面是有點像是名片夾 就一格一格一格的 所以基本上你是沒辦法放唇膏 你只能放現金跟卡 那我就覺得 這麼小包包 然後真的連護唇膏都不能放 我真的就是沒有辦法說服自己買它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買了這個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呢我待會會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他真的一點都不廢 他可以裝滿多東西的喔 你看這個是不是超可愛 他就是長得像是一個化妝包的形狀 他其實空間算是蠻大 因為他不是扁的 他這邊有一個寬度 然後呢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裡面的尺寸就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有測試了 他基本上呢是可以放得進去 兩塊氣墊粉餅 外出所需要的東西都可以放得下 因為你外出你不可能帶兩個氣墊粉餅嘛 所以你放一個氣墊粉餅 然後呢放你的信用卡 然後鑰匙啊 然後呢可以再放一個護唇膏 然後跟錢 其實他就是綽綽有餘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他真的不廢耶 他好實用喔 是否價值觀偏強 好 他我不能說他很實用 但是他就是以小費包來說 他是一個實用的 因為他是真的可以裝 你真的外出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這邊都放進去 然後你再放個口罩 就夠啦 你外出還需要什麼 他還蠻貼心的就是 他在這個裡面呢 這邊有放一個這個 應該是就是設計給你放唇膏的 我覺得蠻貼心的啊 然後你這樣子就是 雖然小他還是可以 稍微把你的東西分門別類 再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他到底可以裝多少東西 非常驚人的 他裡面好像可以塞 11支還是12支唇膏耶 所以他小歸小其實 真的就是容量算蠻大的耶 2 4 6 8 10 12支唇膏耶 就是其實他容量真的不小啊 你看這樣子多可愛 背起來多可愛 是不是 總之呢11月份呢 我真的是失心瘋買了很多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我搶到這個 經典的黑色配金色 然後小羊皮 我真的覺得他就是 買到他真的是太開心了 所以呢 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喜悅 之後大家應該就會在我的Instagram上面看到他的穿搭啦 好 那以上呢 就跟大家分享 非常快速的我的 戰利品開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他到底是 小費包還是實用包呢 好啦 下次見 拜拜